主席辛苦,現在才在吃飯 我們請陳次長跟蔡副署長 兩位 那個練習官員要上洗手間,不用跟主席請教,就自己去就好 本席不希望針對北捷這件不幸事件的討論,被簡化到警力不足 警力勢不足,該增加配備,但是它不是萬能的 真正的檢討反省,一定要追根究底,才能正本情願,才能夠防範未來 我有幾個部分要提醒你們,第一,這件事是不是可以預防的事 它是可以預防 5月7號,臉書上有預警,臉書上PO出有可怕的事情要發生,時間都對 而東海大學,也接到鄭傑的同學,板中的同學,給他們的警告 說看到鄭傑PO文,要注意 東海大學5月9號,開了第一次諮商會議 5月9號的諮商會議,鄭傑變稱說只是一個情緒的發現 然後就成為犯罪預防的黑術了,就不見了 它涉及網路真防跟心腐系統之間,太鬆散,而不知警惕 這種事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特定的對象沒有威權或權的問題 要更仔細 這件事情非常遺憾 本席認為是可以預防,而沒有預防 可以預防,卻喪失先機的一件事情 你們回去好好檢討 第二,通報系統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到今天,你們都還不知道整個通報過程的時間表 本席告訴你 一直到4點25分04秒 司機員才回報行控中心 今天北捷的楊處長在我們交通委員會 他被罵 說你怎麼 行控中心你就只通知捷運警察就好嗎 處長怎麼說 處長說我們的職責就是只通報捷運警察 好,注意這個 那行控中心通報捷運警察是在4點26分 其間經過了56秒 捷運警察在4點26分得到通報 車子是在4點26分52秒抵達姜子翠 換句話說 捷運警察得到消息到車子抵達只有52秒的時間 然後呢 本來大家應該看到的是我車子一到的時候 鶴槍實彈一排的警察等在那裡 有沒有 沒有 兇手呢還在月台閒逛 最後 是人民制服他以後 警察隨後才到 誰到 誰到 是地方的在地警察 怎麼知道的 是110報案通報的 而捷運警察通報僵子翠站 是到了4點28分 是在車子抵達以後 車子抵達以後 將近兩分鐘才得到消息的 整個通報系統是有問題 這不是無線電的問題而已啊 這個LINE的時代 如果你們有一個緊急處理的資訊聯絡網的話 你就是用LINE你在一秒鐘之內 連總統都可以得到消息 你知道嗎 部長 署長 院長 總統 都可以在第一秒鐘 藉由最新的電子網路的通訊系統 立刻都得到消息的事情 你們竟然在通報體系上面 讓 讓捷運警察得到消息的時候 只剩下52秒車子就到站 回去徹查 回去好好反省 整個通報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好不好 第三點 指揮體系出了問題 本席剛剛已經緊急把明天的議程 我要求我們黨團把鐵路法拉下來 今天這個個案 跟鐵路法的修法一模一樣 到底事情發生的時候 鐵路警察也好 捷運警察也好 是該歸誰指揮 現有的制度 大眾捷運法第40條 是歸地方主管機關指揮耶 地方主管機關有在那個站嗎 他了解那個站嗎 地方主管機關知道 不知道這個站體現有的人力嗎 知道北捷有多少站務人員 知道北捷有多少保全在現場 知道現場有多少警察 知道現場 兇手的動線跟事件的發生的現狀嗎 不知道 可是大眾捷運法的指揮 是主管機關指揮監督交通警察 捷運警察局 歸地方警察指揮 好 本會期鐵路法送進來 鐵路法一樣 鐵路法一樣 現在 包括高鐵跟台鐵 現在的指揮系統呢 就是交通部可以經由請求內政部 交通部呢 可以請求內政部協助成立鐵路警察 設置鐵路警察 那鐵路警察現有歸誰指揮 歸警政系統 歸鐵路警察局 歸警政系統指揮 今年這個會期 交通部送進來 經由行政院院版送進來 要修鐵路法 希望把指揮權拿回來給交通部 所以你們送進來鐵路法第八條修正案 然後呢 設置鐵路警察 你們加了說 並由交通部就主管業務指揮監督 因為你們發現有需要 事發現場的時候 如果警察是歸由警政機關指揮 以捷運警察來講 是歸由地方的警察局在指揮 以鐵路警察來講 是鐵路警察局跟警政署在指揮 刑事警察局在指揮 第一個 內戰可能沒有警察 發生事情的內戰可能沒有警察 第二個 警察可能 人很少 第三個 警察的層級可能很低 然後要有警察來指揮的時候 就會發生今天這個狀況 刑控中心 告訴捷運警察以後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 因為他沒有指揮權 今天北捷就是這樣 所以呢捷運警察呢 再去通報台北市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 在指揮調度 到現場的時候 民眾早把他制服了 這個指揮權 交通部明白知道交通部有需要 為什麼今天如果說是捷運站 負責指揮的話 我既有站務人員可以指揮 我有保全可以指揮 我再有捷運警察可以指揮 我現場的動線全部是我在掌握 可是我沒有權限啊 因為我不能指揮啊 指揮是警察局指揮啊 這個制度有問題啊 可是次長你們不負責任 當天犯次長在現場 犯次長認為指揮權拿回來交通機關 交通部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們警政署遏制 警政署呢去遊說立法委員 說不要把指揮權給交通部 犯次長本席鼓掌難民 最後犯次長妥協 所以這個修法沒有過 然後修法沒有過呢 明天鐵路法要刪讀 我剛剛請黨團先把它拉下來 藉由昨天這個不幸的事件 你們用幾天的時間 下禮拜還可以送 如果你們真的不願意放 你們真的覺得我留在警察機關指揮 我不必給交通部門指揮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的話 我也是好認了 你們就扛起責任 我也是好認了 可是明天先拉下來 你們兩部會好好去協商 內政部跟交通部好好去協商 然後我要提醒你們 你們在血稅的事情的時候 警政署呢消防署呢 就把血稅推給交通部 所以血稅的消防是交通部的行控中心在指揮 可是鐵道這種大眾運輸的 警政的指揮權你們警政署 竟然牢牢握在手中不給交通部 雙重標準啊 你們王卓軍何德何能啊 憑什麼攬權攬到這種地步啊 憑什麼啊 今天你警察局的指揮 會比人家捷運局更是第一線 更激動更完整嗎 以昨天北捷的這件事情 你們兩個告訴我 你們認為應該是給捷運局指揮 還是給警察局指揮 應該是現場的當地指揮官 統籌指揮是比較合適的 副署長你說 你認為應該誰指揮 這個部分啦 應該是 我看這個部分還是要研究啦 本位主義嗎 人家交通部願意給你扛起來 我交通部門我第一線我就是現場指揮耶 你不敢講耶 蔡副 這個我們回去因為各地的演練的時候 到現場災害的狀況的時候 都是當地的指揮官接管 所有來救災的這個單位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會 再問一下 我最後齁真的是 最近那個行警也出問題 你們那個警力不足到齁 行警 淘機的行警 有41% 安檢員 41%是約固人員 這41% 總共你們總共有207個約固人員 约雇人员 约雇人员 从年轻工作到退休 薪水就是三万五一辈子 三万五一辈子 然后呢 你们的年资呢 80%是15年以上 15年以上 然后最多的约雇的安检员的年资呢 是25年到27年 是最多 然后一辈子就领三万五 同工不同酬 约雇人员呢 来上线处理国家门户的安检 所受训练就是56个小时的训练 有关于危险物品的训练 辨识的训练就是四个小时 就上路了 就去安检我们的国门了 那行警就是不补 就是用约雇人员在管国安 四个小时的训练就上路 然后呢 然后他怎么会分辨得出蜂蜜跟汽油 工作了30年 工作了25年 工作了20年 工作了15年 领的就是三万五不会调生 就是没有调薪 所以呢 他们老迈 他们士气低落 行警呢 就是每年缺 每年缺 就是每年不补 所以该补的时候要补 制度要讨论 预防要讨论 通报系统要讨论 懂不懂 这件事是可以预防 可是措施先机的事情 大家都白白的牺牲了 都白白的牺牲了 我们多痛心了 等一下江一花会开记者会 我今天早上要求 发生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院长不站出来 怎么可以总统不站出来 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 我上去查 三个小时以后 白宫发言人就出面表达 他国家那么大 三个小时 白宫发言人就出面表达 欧巴马的关切跟痛心 五个小时 欧巴马就出来电视讲话了 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 二十几个小时了 快要二十四小时了 我们的江一花院长 跟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还躲在冷气房 还没看到人 怎么让我们安心 我们还看不到你们 对这个问题真正的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的检讨 跟我们讲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问题 你们有谁去提到吗 有谁提到事前的预防 五月九号还做了谘 就这件事情 这么确切的对象 确切的时间要发生事情 还有人去通报检局警告 还开过心理辅导会议 但是就这样成为预防黑素 就这样成为不幸事件 有人出来反省给我们听 然后告诉我们说 下次绝对不会了 因为我们要怎么做 然后通报系统 有人出来让我们知道说 这中间有什么环节的问题 制度应该怎么改 我们会改 有吗 还躲在冷气房 然后你们在这里还一问三不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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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